老舅 你来了 咋不早点告诉我一下呢 我好去车站接你呀 这不没腾出空来吗 自打我一上火车呀 这手机就没着钱 你咋那么忙呢 哎呀 这不 左林右舌的 这左一个电话 右一个电话 那个问你 到哪儿了 那个怕你走丢了 你说我都镇大人了 我要是走丢了 我不傻子吗 老舅 你人缘可真好 看老舅给你带啥了 啥呀 呀 山药 老舅 你咋带这么多呢 你以为都给你的呀 那给谁的 街坊四林 大家伙纷纷 可拉倒吧 还街坊四林的 再从我搬到这儿啊 就没和他们说过一句话 咋的 他们挤兑你呀 没有 老舅 这城里呀 和村里不一样 街坊四林他不来往 那可不行 哎 这我就得说你啊 你打小啊 就害羞 我就寻思啊 你一个人到城里 这是要出点啥事 那身边连个人都没有可咋整啊 老舅 我都这么大人了 能出啥事啊 那可不保准 谁呀 都有走矮的时候 不有那么句话吗 在家靠父母 在外靠朋友 这 这要出了事啊 那不就点邻居出马吗 远亲不如近邻哪 老舅 人家都过自己的日子 谁搭理咱呢 那咱主动礼价 人家不就行了吗 这丫头 等着 老舅 你干啥去呀 我把山药啊 给他们送去 哎 老舅 哎 你干啥呀 不是 你把这些东西 给人送去 人家肯定不能要 再说了 多丢人呐 这丢啥人呐 这咋不丢人呐 你把这些送去 人家肯定不能要 这么好的山药 白给谁谁不要啊 这孩子 哎呀 老舅 你干啥 咱老舅一进城里 你就开始气我呀 行 你送 肯定送不出去 肯定送不出去 我就不信 我这么好的山药啊 门人要 谁呀 哎 姑娘 哎 不好意思啊 昨天来一个收费品的了 我那些瓶瓶瓦瓦 我都给他了 我现在确实没多少了 哎 你等会儿 啊 不是 这姑娘 啊 就这点了 都给你 我也不过你要钱了 别过来了啊 拜拜 这姑娘把我当收费品的了 也是 这姑娘嘴呀 也挺快 赶机关枪了 就不给我解释的机会呢 差哪儿了 上这家看看吧 你怎么又来了 我没来过呀 还没来过呢 现在你们要饭的都兴上楼服务了 我不是要饭的 是 不要饭 哎 要钱 哎呀 你们这些人呐 成天让我们可怜可怜吧 可怜可怜 你咋不说可怜可怜我们呢 不是 行了 给你二十块钱啊 买个清净 不是 我 这咋回事啊 啊 这咋把我当要饭的了呢 差哪儿了呢 不行 我就不信了 我这山药我送不出去 试试这家 谁啊 小伙子 走 马不停蹄的给我走 不是 小伙子 咋一见面就让我走啊 你知道我是干啥的吗 你还能干啥呀 啊 你不就朝我妈扭秧歌去吗 啊 我不是找你妈扭秧歌 啊 对 现在都改那个广场舞了 是吧 哎呀 我呀 是给你送山药的 送啥呀 野生铁杆大山药 你呦 我听吧 不 我说你就拿这破玩意儿来收买我妈放心 啊 我告诉你啊 赶紧走 再跟你说一句 我爹还没死呢 哎 不是 先回 这咋回事啊 这是 这差哪儿的呢 差哪儿了 没送出去 我不是寻思 给这山药发给大家伙 给你混个好人缘是吗 老舅 要想给我混个好人缘 你那样不行 你得看我的 不是你干啥呀 别说话 这孩子 有人吗 出来看看 正宗的野生山药了啊 你等会儿 逼着 你要卖呀 哎呀 你就别仓复了 有人买吗 山药 这干啥呢 这是 小妹 山药 这玩意儿都啥功效啊 没提过那句话呀 说山药是男人的加油站 女人的美容院 这男的吃了补中义气 女的吃了美丽方言 美丽方言了 真的假的 真的 姐 那你看我 我得吃多少 小妹 就你这长相 顶多吃一两 够用 够用 那行姐 这样 你跟我来一起 我吃一两 剩下的酒两 你给我闺蜜 哎呀妈呀 你们都不知道我闺蜜 那小样啊 那给她吃酒两 那都不够啊 小妹 二十块钱 不贵 我给你拿钱啊 姐 姐 你住这儿啊 你邻居 行 要跟我一起逛街去 二十 人类 走了啊 这孩子 哎呀 你就别管了 有人吗 卖山 大爷 山药 姑娘 这山药多少钱呢 二十块钱 不贵 大爷 您要吃的 这山药啊 我告诉你 你可 好了好了 姑娘 别给大爷介绍了 我懂 这玩意要是 男人女人吃的 都有好处 像我这个岁要吃的 那是 强身健体 还增强免疫力 哎呀大爷 行家呀 哎哎 来来来 我来一点 哎 不用 哎 我是有 我是有 哎 这不刚才的要饭的吗 这 哎 姑娘 打个钱啊 别要 来 收大爷 好嘞 大爷 哎 大爷 嗯 给你 神药 这玩意儿 现在可不好逃弄了 啊 哎 姑娘 嗯 以后要是再有啊 想着给大爷 多留点 好嘞 大爷 哈哈哈哈 这姑娘 不但长得漂亮 还挺懂事的呢 哈哈哈哈 大爷慢走 哎 好嘞 你这丫头 你还卖呀 别惨口了 哎 有人吗 走过路过 千万别错过 哎 这怎么楼道里 还摆上摊了呢 大哥 我是你邻居 啊 邻居啊 啊 这是什么 山药 山药 是吗 大哥 这山药可好了 啊 这男人吃了呀 补中义气 女的吃了 美容亮丽 真假 真的 只送不卖 哎 不你不是 刚才抓我妈 跳我那股头吗 你咋还不懂呢 啊 在这玩 坚持 大哥 别生气 不是 哎 气打伤身 咱不理他 咱俩谈生意 听你的 你俩谈啥生意 那山药都是我的 小儿 啊 送不出去 就卖 是吗 谁说我送不出去的 我跟你说 我这点山药啊 在那土特产市场 少说一点 七八百呢 哎 六条 你怎么这么黑呢 啊 能卖七八百吗 大哥 一百块钱包园 给你 哎 这还差不多了 那什么 老妈 哎 这些 哥包子 哎呀 大哥 一百块钱 收好 给你 哎 那个 林队是吧 嗯 以后有啥事 找哥 好水 好嘞 哥 再见 哎 再见 老舅 看见没 一百块钱 到手 来 钱是到手了 邻里之间的情分 丢了 差哪儿了呢 那你说 差哪儿了呢 你别给我俩嘚瑟啊 赶快 挨家敲门 把钱给我送回家 送什么送啊 越送越麻烦 你送不送 我不送 你送不送 我不送 你再不送 我不送就不送 你送不送 哎呀 这干啥呢 干啥呢 抄着八伙的呀 我说你们 让麻烦睡觉了 啊 那个 不好意思啊 我跟大伙啊 说个事 刚才呀 卖你们山药这个 是我外甥女 啊 你们俩一家的呀 我呀 是从乡下来的 就行的 带点这山药啊 给大家伙分分 然后啊 给我外甥女 混好人一圆 哈哈哈哈 这怎么回事 哎 姑娘 那你咋还卖成了呢 不是 刚才我老舅 不是挨家挨户 给你们送吗 你们不都不要吗 我这一卖 你们还把我当好人呢 这还倒是要 给钱送回去 嗯 知道了 这是你的钱 对不起 哎呀 老的钱 哎呀 这一只好 我对不起 他还给你当成 送费品的啦 没事 老舅 哎 不 大兄弟 刚才啊 我也拿你当这个 有饭的了 没事 哎 哎 老舅 哎 老舅 哎 哈哈 你看我刚才 把你当成 丑妈跳舞的了 哎呀 哎呀 误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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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什么 老舅 上我家喝酒去 走走走走 到我那家旗去 老舅老舅 去我那喝茶去 哎 要不这样 大家伙啊 都去我家喝酒去 怎么样 啊 走走走 没事 走走走 走走走 哎 兄叔 走走走 真的不错 按照他这个年龄 演了一个六十六十多岁的老人 这种形体的状态一直把握的非常准确 包括语言的节奏 也就是说你无论是从你的神似到形似都拿捏的很准 呃 应该说表演的非常好 另外我们这几位主演呃演的都很好 呃 也就是说呃 角色不是很大 但是人物性格很到位 这是很难得的 我们演戏演什么演的就是人物关系 如果你人物关系拿捏的准确了 可能你的台词你的形体都是和这个人浑然一体的 也就是说他不由理 呃 这是需要一个演员所做到的 祝贺你们 谢谢 刚才这个小品呢 设计的比较巧 它巧在呢 它有两方 一方呢 是舅舅 一方是外甥女 效果截然不同 而且反差很大 这是一个精巧的地方 第二个精巧的地方呢 这三扇门 门里边的人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表情 戏剧结果冲突是什么样呢 每敲一扇门的时候 大家都有期待 等于是代替了故事情节的把控 提前把观众给抓住了 这是设计上很精巧的地方 而且它也是严格按照三番四斗来的 小工人这一番 老人家这番 到小伙子这番 最后这一番出了一个大雷子 就你是不是想勾引我母亲之类的 要跳广场舞 这个是喜剧效果最足的 所以这在设计上看出这个小品 非常精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